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受总书记习近平委托 8月3号 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的专家 今年休假 是以爱国奋斗为主题 那么休假就休假,你还有休假还有主题 看来中共真遇到事了 外交部8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有一个记录 中公告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今年的8月5号 到8月16号休会 8月19号恢复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中央级新闻单位 星期六开始 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的消息 这就意味着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了 中共20大之后,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的权力空前巩固 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完全能够控盘 去年北戴河会议就暗流涌动 日经亚洲 去年9月5号到9月21号发表了两篇独家报道 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 曾庆红 和其他的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 严厉地批评习近平 虽然日经亚洲的这两篇报道 是孤文 但是这两篇报道,它里面的叙述 并不是空穴来风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如果习近平真的很牛叉 他直接可以把北戴河会议取消 省得有人借题发会,对吗 但习近平并没有取消北戴河会议 你想一下 这些中共的领导人 都是有资历的 都去了北戴河 这就是个政治舞台 所有人都来了 你说真的是度假吗,这肯定不会在那闲着泡澡 那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很难控制 对习近平来说他坐的位置上 大家一讲话对他都是不利的 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取消不就完了吗 对吗 结果你还是没有取消 所以习近平不能为所欲为,你说我们只度假不开会 对大外宣跑出来讲这个话本身 就彰显了北戴河会议的政治角色 那今年的北戴河不同寻常 我讲几点 第一,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重新强调改革开放 尽管他仍然坚持他原来的政治路线 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但是习近平在口号上喊改革开放 至少说明他在政治上遇到了一个挫败 他需要改革开放来加持 第2条 7月30号政治局开政治局会议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理论上来说你要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安排 你肯定不在7月份,你肯定在6月份 第2个 你三中全会 你不汇报一下经济问题吗,经济问题这么严重 你三中全会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吗,这不太奇怪了吗 中全会 中全会你基本上啥都得谈吧 你制定一个国家的方向的问题 结果你开完了中全会 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没有 只讲一个改革开放 完了以后再开个政治局会议来制定下半年 实际上制定8月份到12月的经济工作 啥意思呢 这肯定不正常 不会这么安排工作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呢 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本来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想混过去 经济工作我不提 我们就讲讲 改开放得了 结果肯定没混过去吧 肯定党内有同志不满啊,不高兴啊 那怎么办,那我再开一个政治局会议 再讲一讲 回应一下这个不满 这是第2个,第3个 那当然是 内政外交空前的恶化 经济形势的恶化 我们不讨论 我们只说一点 经济形势恶化的结果,最直接对中共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是最难办的事情,为什么 你怎么吹牛没关系啊 但是直到你有一天你发现你没钱了,你怎么吹牛就不好办了,对着外面吹没事 你党内你怎么吹啊 党内你没钱了,我也没钱了,几个省委书记坐在那 都说我没钱了怎么办,中央支持一下 你这会怎么往下开 所有的经济形势变来变去,搞来搞去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就讲一个山东 我们前两天我们报过,山东省人社厅 10个部门 8月3号发了一个文件 叫有关关于省署事业单位转置 为企业的问题处理意见 显然就是财政没钱了 财政没钱了,把甩包袱,甩包袱先甩出来的是什么 事业单位 山东是中国经济第三大省 山东开始做这个动作,说明 地方财政 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一个国务院最近出了一个 20条措施促进消费服务 特别提出来 对互联网经济 对教培等领域要鼓励支持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过习近平的灭霸响指 一灭霸响指教培团灭 一灭霸,互联网企业就打 现在开始往回兜了 为什么 经济不好呗 经济恶劣了呗,经济形势恶劣到 习近平打脸也没关系了,就打呗 就到了这样的地步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地缘政治危机 如果每天都在看我们的药文简报,大家就应该很清楚 中国所有的邻国都在串联 串联干什么 对付中国 当然最大的对付中国的国家就是美国 那现在有两个突发新闻对习近平会产生政治冲击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委内瑞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1号发表声明 拒绝承认 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 声明宣布 反对党候选人 钢萨雷斯 在7月28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赢得了多数选票 这是美国正式的介入这件事情 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宣布马杜罗当选 当天习近平就跟马杜罗发贺电 现在美国介入了 马杜罗这个独裁者下场怎么样 现在我们还没有结论 万一这个马杜罗撬辫子 习近平那就物伤同类呀 这是第一 第2 BBC报道 孟加拉国总理 谢赫哈希纳 8月5号辞职并逃往印度 他乘坐金融式升级离开总理府 8月4号有几千名孟加拉国的抗议者 狙击在首都打卡 要求孟加拉国的总理哈希纳辞职 整个打卡就变成了一个战场 军队的士兵 袖手旁观 学生领袖马哈茂德8月4号在脸书上说 做好战斗准备 准备好你们的竹棒 解放孟加拉国 8月3号 孟加拉国的陆军总参谋长 叫瓦克尔扎曼发表声明 说孟加拉军队始终站在人民一边 并将永远站在人民一边 那就是不支持政府呗 人民站在街头啊 孟加拉国的这一顿抗议是今年6月底 当时的孟加拉国高等法院恢复一项公务员配额的制度 孟加拉现在的失业率非常的高 结果这项法案规定 政府部门的职位 30%分配给 独立战争的老兵的家属和后代 就是给一帮特权人士 这个政策在高校的学生和年轻人群当中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 7月中旬 抗议浪潮开始失控 街头的伤亡大量的增加 结果就是军队选择 不支持政府的镇压 哈希纳政府就这样结束了 哈希纳掌权15年 今年1月份 开启第5个总理任期 孟加拉国失业率高 公务员的职位还留给特定的团体 熟悉吧 我们的结论就是 孟加拉的革命成功了 委内瑞拉针对独裁者马杜罗的抗议 也正在进行当中 中国的失业率年轻人失业率也很高 对吧 有一个委内瑞拉的例子有一个这个孟加拉的例子 北戴河会议 会是个轻松的度假吗 我才不信 谢谢观看